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一的 iMoney Facebook Live 和大家見面,我是麥可和文石 過了聖誕假,我們長假的 Part 1 之後 今天回來,論指數看回暫時起伏不太大 今天高低的波幅暫時 以上半周來說,高位是 26514 低位是 26228 都是介乎幾百點之間上落 暫時恆指都是,現在考驗著 2600那些位置下落得住 但是26500那些位置下落 即是升幅度不太大 而且RSI今天都算是慢慢緊 去到合格的水平 RSI現在去到50 所以指數的起息不太大 不過今天有個特別的現象 如果純粹看成交比較大的股份 很明顯是新經濟股繼續回調 傳統經濟股或舊經濟股 有些做得比較省鏡 說的是,升得多的我們可以看到 友邦今天升了3% 港交數也要升1% 工行建行,工行就厲害了 升了3% 以上滿周的戰績 還有油股,中移動 都要有反貸 以匯控來說就回軟 但新經濟股份來說 繼續感受亞里的事件 都是繼續旁 現在我們也說少少 亞里現在暫時跌了7% 美團、京東健康、騰訊 都分別跌了4-7% 亞里健康就是241 都受壓受這方面的影響 表現都比較弱少少 京東就跌幅收窄 大約2% 當然做得比較上令ATMX的小米 都要留意 今早開始,都是繼續試過高位 但之後來說,33% 之後都是有個回落 明顯今天焦點的話題 其實都是集中在幾方面 第一,大家都是繼續看回亞里方面 現在都是受到需要整改 還有現在市場都是繼續關於 未來來說 尤其是在業務方面 重新的定位方面 我想最關鍵的其實是 源頭就是螞蟻方面開始了 因為螞蟻來說 大家都會覺得現在未來 被四大機構約談之後 未來他們可能都是用一個 所謂控股公司的形式 可能是將業務買下去 但用了這個形式之後 市場都會有個感覺 將螞蟻的估值來講 未來會有幾大下調的情況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未來很多業務 他們一定要加回一定的資本金額去做 我想也可能有機會 懷疑基本開始 做支付方面的業務 他們最起先去做這件事 其他的業務要怎樣去做 以及跟銀行方面看齊 甚至乎有這個說法 即是說銀行和銀行合作介入 或者是轉介入的情況 這個都要有待商確 但在這方面 以往業務的發酵性來講 變成這個都會大為有影響 所以今天的估值 都是繼續大幅下調 有自己的因素 當然市場也有時跟著氣氛 你說跟著頂拜也好 或者大家都是覺得 既然買的估值市場 之前上市時 差不多超過3000億 現在市場都會覺得 有機會在這些變數之下 如果這個估值 可能是3,000億 去到1,000億 你看一下 估值已經在斬均戰 少了一半 還有這件事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從阿里行先 傳到發酵 去到第二個影響 例如是騰訊 京東 這些都多元發展 會否同樣的影響 變成壓力如何呢 在這種氣氛的情況下 加上今年的估值 都是比較高 還有股價也都交到功 過的情況下 很多機油投資者 都不需要在現在的情況下 沒有的風險繼續持續 或者剩下順勢 亦都是獲利為先 所以短期來說 這集平台經濟股份來說 都是有一個調整在 無可避免 只不過那個幅度有多深 開始反映未 而阿里來說 我們之前都看過 如果股價來說 所謂黃金比率來說 如果再下調下 去到0.618 以下各方面 應該去到215-200元 才會找到支持 當然現在都沒有需要 亦都不建議 為這些位置去鬧貨 都可以再等等 等等之外 反而市場 都是炒定明年的大主題 或者短期來說 都是幾類型的股份掛稅 新能源 內循環 以及生物科技股 尤其是生物科技股 都充當了現在 真是有新經濟的概念角色 今天有些充起的情況 有六隻的BioTech股份 包括有很多B制股 加入成為港股通的名單 即是未來繼續有機會 吸引北水進來 在這方面來說 都是有一個正面的 有很多都是狗圍狀 或者表現之前 都是整體可能比較旁落 例如有幾隻表現 都是比較突出 例如說 啟明醫療 例如有幾隻股價走行 都是比較特別 康芳 9926 還有其他BioTech 或者相關的都帶動 以生物科技為主的股份 今天其實都是領獎 不過這些股份 其實暫時未能在指數上反映得到 有些什麼指數反映得到呢 就是先說 傳統經濟股份 傳統經濟股份 剛才提及內銀 有兩隻 例如公行來的 零零射射 標了出來 升了3% 939 建廠的表現 都升了差不多1.6% 但有兩隻都說 一隻都叫做 等了一段時間 終於破位而上 就是有幫 今天來說表現非常突出 升到高位95.5% 半袖市收窄了 升幅是94.1% 另外港交所這期都破了400元 流上 曾經去過藝洲新高 之後那個升幅也是收窄 似乎就是 我想市場主題來說 短期其實都是 其實你看到資金都是充裕的 反應以往來說 這些單向的 這些比較上重磅的消息 我們所謂的 就會帶同市況 有一個比較深化跌幅 尤其是在年尾做這件事的動作 大家都不會覺得奇怪 但是今天來說 都是繼續有些資金 反過來 氣身取舊 我們經常說懷舊派對 繼續是持續的 似乎都可能是跨年 跨年懷舊派對 我想 但是資金都是多 上次的資金都是比較充裕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Facebook Live 留下你的訊息 說回你想分享 或者你現在本身已經現有持有股份的狀況 包括已經是持有股份的狀況 包括已經是持有股份 想追加股的現在動作 想和我分享 或者最主要股份和號碼 我和你交流的東西更加具體一點 好 今天看到很多朋友 可能是放假回來第一天 都已經有很多想法 或者有些策略上做了 和我們分享 先是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Martin Shield 他想問國美 這股份是冷碗一點 他說可不可以嘗試 他9毫半就有貨 我自己看就彈幅不大 反而今天 如果你看到 如果都是說 家電 就看到 都是剛剛 叫做 撿個位再上 可以自家 690 這股份的表現 就比較是理想一點 今天有一個明顯的推高 反而做 相關這些股份 始終國美都是做一個平台 或是做銷售端 其實吸引力低了 市場多關注 真理有品牌做家電的 會比較多一點 他現在就變了 主力其實都是繼續產銷 家用電器 雖然業績不太好 但推動上 相對來 這輪都是炒好你的 受惠 消費也好 或者有內循環也好 今天借勢是推高 如果你講到493 但如果你講回你的情況 我就覺得吸引力有限 你看看能不能彈到 如果不能彈到 就算你現在講幾個字 我也覺得持有的價值 不是那麼高 可能找位去換了馬 或者套了眼會比較好一點 第二位 FannyFanny就問阿里巴巴 9988 現在平手 應不應該 我覺得還有下行的風險 還有短期的 這些因素繼續困擾 因為現在它都是幾個大的政策 市場都說它有五種約談 不要說聚 要去修整的一些情況 尤其是對數據方面 應用方面 業務競爭方面 就是反弄斷法方面 或者防止資本無序 這些來講 其實都要慢慢拆 而市場也覺得 這件事不由它而起 而之後是否真的 市場已經是收貨呢 最重要這件事 就是對股值 尤其是阿里巴巴巴 變了之後 這樣的情況之下 很多的業務 可能要回到最簡單 最低開始 但亦都可能相對地 令到以往發酵的盈利能力低了 所以我想暫時這些位置 不是再去 變成以螞蟻為例 大家可能要做業務軟簡化 或者對盈利方面削弱了 所以前景看法來講 都會有多大的轉變 多大的保留 看不清的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如果現在平手 都是220多元 我覺得都可能估了才有著數 寧願你後位在晚 或者一零擺當頭起 我覺得這個 你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市場市場的看法 都是有少許保留 寧願換貌 或者暫時對平台經濟股 都減低注碼 我想都會是一個很合理的事 均之不立,泥沖之下 好了,Fan這張 909沒有貨 有甚麼位置可以買 909是我自己都覺得 是一種不錯的股份 反而平台經濟股份來說 都是受壓 反而做雲的 始終業務比較踏實 變數比較少 而且相對地有個需要 反而大家關注新經濟的業務模式 在這方面有保留 但是對這些項目的應用來說 始終是大勢所趨 無論新舊的經濟企業來說 各行各業都是有需要 我們把很多項目數碼化 或者現在智慧化去處理 明元運 其實股價近期都是整貨之中 之前闖關去到 如果你看明元運來說 就去到差不多3日流上 當然,我想市場都是Buy 現在是SAS、SAS 現在就算是平台經濟化 為何早前有幾隻相關的股份 都是上升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分住都… 好了,今天低位是45.25元 現在是46.25元 我覺得可以在46.25元 從這些位置來講 分位上車 因為上次的高位都是碰過 差不多是14元 如果這些位置分住上車 都會有一定的水位 你可以撐位去做 但當然了 近期的動物指標比較弱 你不要打算即買即升 接著就…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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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問27元 銀魚 57.8元 有貨 怎樣 這輪的博彩股 其實… 今天來講 就是… 如果說的表現 都是比較… 近期的表現比較反覆 如果說的是… 放假之前來講 那些東西是拉高過的 但今天就有少少後面不計 但我想純粹炒氣氛 但你說是否有些新的基本面 我就… 我覺得… 7元幾 其實這位買就… 又不算是高的 你可以博彩 等多一點時間 等博彩 但是你說很具體的 基本面的 我也不覺得… 那些數據又會很強 尤其是今次的12月 這個情況跟去年大有不同 所以… 如果你有7.8元 有貨 你設定自捨位 如果設定自捨位 就差不多 去到上次… 即以前低位 5.6元 都可以再開車看看 7.0.0 什麼位買 現在來說 反而相反 開車的朋友來講 今天都跌幅不少 都跌到4% 我想要小心 現在的情況似乎是阿里維先 未收到今天才出現急跌 而暫時暫時,我上半就看 沒甚麼購買力,不能反彈意欲轉的資金 我覺得看好一點 尤其現在的 RSR 而言 90 RSR 去到 25% 反映股大股收壓力 跟今天的股價跌,是大家很配合的 配對上是很強,沽受壓力 反而不是去到甚麼位置購買 而是看到大家沽舊味 或是開始有資金跟邊去做 以往,如果平時未有這次的反弄斷 或是政策消息來說 去到 5.15 的位置 我覺得今天最低位是 5.25 或 5.20 元 我都可以分住 但現在還可以看一看,仍然有保留 因為最重要的是市場現在 調整這些政策對中資科網股的看法 這才是最重要的 不只是阿里的 這也是大家覺得這個股值 這個風險會打出折扣 也不奇怪的 因為今天就不只是他們會跌 還有一隻普普馬特 今天其實那個跌幅都很厲害的 因為市場,內地方面 在說玩這些盲盒這些東西 其實原來可能都對青少年 或者他們會否是沉迷 或者有一個擔心 所以今天來說 他們都會有一個比較回跌 而如果你說普普馬特 今天來說 曾經都跌過雙位數字 現在跌上了14% 亦都拖累了 某個程度 真的不要看上去 看今日的指數 好像幾點上落 如果半身股來說 很Hit的那幾隻 包括京東健康 包括泡泡馬特 這兩隻來說 都有一個整股的情況出來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好,接著就是Ling Sum 大家平安 你好 另外Jennifer 問3960 今天跌這麼多 應該點部署 多加一手貨 你本身有沒有 應該是3690 我想你也給錯了 資訊給我 我想應該是 因為3960 沒有什麼東西看的 美團 我建議大家最好寫個 號碼名 最好穩陣一點 寫完股份名 待會答錯了 就不是那麼好 應該點部署 因為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貨 我相信你這樣問 會有機會有貨 但是你要給我一個教 我才具體幫到你 但是如果你說加多一手貨 怎麼看 如果你打算撈 我不知道 因為不知道你是什麼位置 但是我覺得 還沒有調整完 當然它面對的問題 應該 我想它會跟京東接近多一點 都是平台經濟 但是你說反弄斷的 但起碼 譬如 相對地 你說它本身因為 它沒有特別想分拆的東西住 京東反而都有 京東反而要小心 但是它相對地 只不過是估值高 會否反弄斷 會觸動某些東西 將來可能在做業務上擴展 會比較困難 但是因為估值 都是從它本業出發 所以我覺得它的壓力相對比較低 但是估值如果是貴的情況之下 氣氛受壓 如果你真的要撈 我真的第一層 不知道你多少錢都要購買 我想就去200 你真的要考慮 因為它近年RSI都是弱的 但是去到35 但是沒有那些弱 有的去到20多都有 我想要看氣氛 所以我這個純粹 是一個很片面的比例 如果你真的 我就覺得落心一點 例如去250元以下 你才考慮 還要看RSI有沒有改善 我需要付加分這件事 這樣才決定 好嗎 Maria 問6068元 前景如何 有貨 3.98元 我自己覺得主公大灣區 做高等教育為主 其實早前的走勢都不錯 不過似乎看到4元來講 做了一個圓頂 3.98元買 我想近期可能都會弱一點 軟一點 但是會不會造成 頭肩頂的情況 這個就要好看 生對陸的位置 能否守得到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似乎街營會又升了一陣 雖然未成功 再破4.5元高位 但是近期來說 都是一個整固 不過整固就不要突然急跌 如果技術走勢轉差了 可能留下3.5元 這個要小心一點 兩手部署 如果真的穿上 3.5元的位置 都要留意一下 看看會不會退出少許貨 彈性一點去處理 因為3.98元買 有些大行給909 中從事目標價67元 當然他們會被拉遠一點 亦可能是說 因為他們很多時有大行報告 我不知道你說哪份 但他們是比較純粹的 拉遠一點 可能是以半年或一年做單位 而看回營利的增長 所以這是一個參考 但最主要我們在大行報告 都要看回他們統計數據 他們的資源上 或者很多資資料 或者公司探訪 變成他們可能會落得詳盡一點 看他們怎樣計算 或者那個原因 但有時是他們被記錄投資者 可能的看法會長一點 就不是看現在 但亦是說中間什麼變化 他們都會調整價格 所以當然有大行報告 去探討這些股份 這對大家可能是做投資的信心 亦會加大 但你說我是否就這樣看 607元 什麼都不理 什麼都不用理 或者是否很舒服的駕駛 其實大家都知道 政客變化來說常常都有 最重要是有時是感覺 和反應 這個最重要 好,368,4.9 現在還可以持油 38,68 應該是信義能源 這次我自己也有看其他平台 4.9買入 我覺得應該 當然不是買得便宜 其實應該四個半樓下就好一點 但如果現在這集 我覺得應該 其實因為它估值也沒有超高 但它始終是說 它們都是盛著 說著信義光能 提供968 提供給它一些優惠的儲備資源 加上它們做這個光復電站 其實方向 政策一定行得對的了 因為現在都是跟國策 或者是碳中和那樣東西 或者是光復的推動 但是它今天破頂之後來說 應該慢慢都慢熱地上 不像資源股 這樣去爆升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繼續駕駛 簡單來說 如果不穿20天線 當然現在距離20天線都會遙遠 4.5、4.4的位置 我覺得還可以駕駛駛駛駛 819270上網多少 我相信你還未賣 819就是天能同力 近期炒電池的概念 所以炒到飛天 加上它好像是公佈 我沒有記錯 它好像是公佈 營起的 雖然說它全年最少增加 4成 但它應該是做一些原酸電池 看下三個公佈業績 那個方向上 會不會是做一些項目 跟現在的新能源相關的東西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看看中期的業績 其實也不太差 都是中期業績到6月30後 即是中半年期的業績 其實如果你看看它半年增長 也會有4成的 股東已經接一來 即是下半年 如果它現在說全年都一增 最少細成 即是下半年的表現 按道力 起碼可以維持 這期市場其實是一個大主題 其中一個大主題就是找新能源 和相關的一些項目 以及電動車 電動車都是明年一個大主題 變成它做相關的一些項目 當然如果你吃正一定是一隻共鋒 即是現在這個就不能爭辯 還有落木都是比較稀有的能源 今天早前會跌了 這兩百個星星 但天龍動蜜 它都比較純粹這方面的原材料 市場加上營起 借細炒了一股 但持續式來說都是有待觀察 至於270 市場上網有多少 我可能不知道有多少錢賣 但如果你上網問方 市場上網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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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網有多少水費 即是供水 即是供水 借細推高 但到達14.5 14.5 即是回帶回帶後 去舊列 即是上半年7月中的位置後 還不能爆升 這個情況下 不過它的聖略估值 現在仍然是18.5倍 即是19倍 有Sailings 開箱 不太差 想問2343 Yang Chen 你好 1.47買了 有沒有上網空間 這款我自己覺得有 如果你有留意 我都在i-money的組合加助 雖然我上網雖然沒有被震走 但我自己要設定高目標價 因為都常略曾經點過 我前個星期的目標價 我剛剛這期再拉高 但我覺得航運 有兩天我都覺得可以留意 有幾隻 如果你說有些做集裝箱的 有些是1919 1308 海豐 1919 中原海空 這些值得留意 如果你說做集裝箱的 它做得比較像太陽航 因為最近它做一些超零便營船 其實都是租費 租金都是有個上升 加上它們買船 都是對後市看好 所以我覺得 不過唯一就是它是 搓一些股價 又要儲一儲力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破過半樓上的位 但是我覺得 都是 如果你說手蚊在20天線 你要它搓 138那些穿都還可以搓 看看行業上 行運業應該還有一個推進 當然疫情的消息 可能有少少反覆 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阿倫 Chan 問 南月亮 6993 15.1 有貨 請問怎樣看 我覺得這隻都不是那麼熱 這兩天這半新股 就開始有些脫腳了 而這隻來講 之前的股價一直都不便宜 還有市場都覺得它後續的衝景能力 衝景性相對地是比較低 因為它不會偷偷評價 而且它試驗率雖然很居先 很領先 但是本身在內地方面 品牌的分散程度都很高 除非它做到再有些新的東西 再買新品牌 再抗拐戰線 或者提升模擬 但是暫時不見 15.1 有貨 我想你設定止蝕位 或者可能都要彈性一點處理 不一定全部都離開 例如穿14.5 今天最低曾經是14.5 14.5 14元 尤其是去14.3元 這個亦都是說 12月18日和21日的低位 如果都穿了 可能你也要先彈性走一半 因為藍綠綠綠的估值 本身上升時也不便宜 要推高也有些困難 而且屬於太大隻 好了 接著有朋友問 就是問一隻狗子 也有人問波斯燈線 在這裏 我先回答一下波斯燈線 3.42 今天它都叫液流上升 不知道是否跟天氣轉爛 幫了它有關 而且之前那部的燈線是英俊的 算是不錯的 上網多少 如果上鏡頭走勢 以及近期 如果大家要看這圖 它都是十天線的軟而上 如果再突破 就應該是看 如果你是再上網 我覺得可以先看上次高位 上次高位 3.5 這個我想可以再看看 但是近期 股價再回到一個月的新公司 但是RX都不近 所以我實際上也不會拉得太遠 我先看去到3.8個月的水平 這個可以再看看 好了 怎麼看狗子 狗子就26 89 狗子就一般 其實它也彈了一層 因為它也有 真的在說成本 材料成本 大家覺得可能是受控的概念 還有始終它整個供應鏈 供應鏈自己做完 都消化之前的物理因素 以及雙板子的推動 都是比較正面一點 我覺得 如果你說的是 因為你沒有價 我相信你還沒買 如果你真的買 它的內需概念 可以下回10天線 是少著考慮的 但是你說爆升破頂 因為始終有 9個多 彈上來10元 其實有差不多一層 它是一層一層去看的 我自己覺得小廚做就會好一點 因為你也喜歡一些 有品牌的東西 內需概念比較多 當然大家都認識它的造字 造字的名堂 但它是消費品的東西 它的吸引力比較大 在這一個站 好了 Renisa 問2018 2000股 你可能都是看它 分拆的東西 分拆光學業務 在內地上市的東西 平均價45.3 可以繼續持有 我對這個股份是一般的 就算它分拆 我覺得 其實都是將它再進一步強化 它做這個業務 當然 無論如何做到 都可以幫它取資金 釋放部分的估值 但它現在才行才做 其實都遲了 變成要追貼別人 或者扭轉別人 對它 就是由升學做光學的東西來講 都要看業績 當然有得上 如果真的能夠成功去做 當然有個幫助 如果你平均價4人的衣服 你看看這幾天再彈 因為借勢有機會幫它 在箱底差不多40.5 彈上來 但始終再繼續彈上 有沒有機會 除了現在突破了 12月初的44元的位置後 有沒有機會再下一成 第一就是穿一百天線 另外穿一百天線再破位呢 你可以這樣說 一定有最後的空間 但問題是否水位有多多 有多大呢 這個我始終在瑞昇身上會有保留 但如果你問我 當然瑞昇就有這方面的概念 但如果你說同樣地 已經本身不是說順語 而是真的有做模組或鏡頭的概念 而近期都會有分拆概念 我就寧願偷一隻優太好過 我喜歡1478多一點 你不妨可以去留意一下 另外354 葉威吉就說我本身有貨的 354 中國軟件 7.354上網 多少可以再入嗎 近期就好像破頂之後回回 但是瑞昇身上有80多月回到50多月 似乎動力就差了一點 但是始終它做軟件 或者它做軟件外包的東西 以及跟華為合作 現在華為受到中美角力威脅的程度 好像減低 所以它做軟件外包的東西 雖然也不算是SARS的軟件職服務 但也有推動吸引力 不過估值就叫做高了一點 如果7.34有貨 即是現價暫時還可以倒閉 還可以倒閉 我也可以看看 還可以上升100元作為分水嶺 但是向下來說 如果真的跌穿7.1 或者去到100天線那些位 就穿了一隻紫舌 好,Joanny就問 剛才你說的 我不知道在哪裏 45.25.25有支持位 你是說909,對嗎? 是的,也有支持位 所以我覺得你也可以跟我分享 我覺得你可以不妨少考慮 就是在說 還有881 Dumkey就問 881,任不任得 早前我看過圖是醜樣的 都正在下降的 下降的壓力都很大 下降的壓力很大 近期彈回到55元再建了頂 再試試早前我認為一個半 如果搜不到的話 我覺得都不用這麼急著 因為始終這期 你如果說搶鏡或市場的級別 一定是新能於車 但中星來說 之前它可以有頗在上升 就是上半年市場還是炒貴的車 可以賣掉 這個推動 它一直都是 其實它都橫向了這段時間 當時它由整個6月底 即是6月下旬 一直都是 至到差不多10月中旬 都是介乎 差不多是在46.5至23元上落 之後就爆上了60元 現在下降後可能要回復平台區上落 所以我想就不要心急著 而且這期它沒有特別新的 可能要看業績那邊的東西才考慮 但這期市場如果炒衝景 有炒內需也好 品牌也好 涉及新經濟也好 似乎是車廂方面出發 所以你會看到 今天來講 繼續長城 長升長油 即是長勝汽車 今天升7.65% 如果你看回175 今天吉利也有一點升 雖然都是長氣開行車 開得快一點 吉利今天升了差不多4.7% 當然也很個別性的選擇 我覺得可以留意多一點 就算是比較落後的廣氣 這些當然是比較強烈 我不是推介給大家 亦相對地走勢比較弱 今天也叫做借勢有彈性 好 接著就問 MaggieChange 問2126 上網多少 好 一天明天就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